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名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又是我阿Ling為大家介紹短片的時間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的 可能大家一看一看一看短片的 中央會見到一個Mini Lindi提電 Mini Lindi在近一兩年都是一個大小所吹最流行的入門版 對於BKC之後很多人都會選Mini Lindi Mini Lindi其實最多人選擇的顏色都會是離不開金光色 灰色、黑色、金鐘色、白色等 近一兩年很多人都會喜歡銀購 因為銀購可能早幾年人們已經擁有很多金購 這幾年人們就會喜歡銀購 而且銀購配灰色整體上的感覺會更加清 效果搭灰色 而且它會搭出來灰色搭人就會比較有活力 而且時尚感會比較多 Mini Lindi其實在網上很多人都會說它的容量是比較大的 那它對比Consum或者其他Mini系列 它一定是鎖全部系列中的Mini中的容量是最大的 那它兩邊其實就會是一個和Lindi系列 26、30、34那些外觀的設計是完全一樣 只不過它就會是一個迷你的版本 那兩邊都是一個側袋 跟著它底部都會有四顆筋釘 去護回它的底部大家可以放到桌面的時候 令到皮質不會那麼容易刮花 那打開內格 因為它的內格其實是一個四四方方的設計 還有它的容量 大家一部大的iPhone大機都可以放到它裡面 給大家做個參考 它的內格 裡面都會有兩個側袋 就跟Lindi 26、30、34的設計圓完全全體一樣 而它最大的差別 就是除了尺寸之外 就是它的肩帶 因為它Mini Lindi 肩帶是可以斜背 長身的 Mini Lindi很多人都會選擇斜背 因為我們在街上看到很多女生 都是做斜背的 而它的單肩 有些女士會略嫌 它會長一點 大家可能會加一條肩帶 它會令到這條肩帶 縮短了 令到時尚感會更加增加 而Mini Lindi 其實在坊間 小紅書 或者Facebook 和IG 都有很多 教大家去設計 令到肩帶變短了 或者可以手腕 手拿等等 所以這條肩帶變得更好 Mini Lindi 其實大家在市場界 經典式 其實它現在 都是約9萬多到10萬多左右 因為它其實相對來說 它在專櫃配貨 現在的配貨量比較高 很難得我們門市現在會有驗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親民我們尖沙隊門市去看看 因為它不同皮質 令到價錢都會有少少不同 市面上最多人喜歡的就是這隻 T絲皮 因為它會比較耐湧 和會很耐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能可以親民我們尖沙隊門市去試上身看看 或者可以加我們Lokset 分享一下你想要什麼顏色 什麼扣 我們就幫你留意 或者可以下載我們門站的Apps 我們每天最新的資訊都會叫上去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了 今天回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親民我們門市 快點帶它回家 Bye Bye 做個參考